你不是應該感到光榮嗎 你不是應該覺得說 被習立民點名我可以提升國際能見度啊 應該高興才對嘛 不是喔 他全面的急的否認 愛青的國安團隊是一片的亂 一片的慌亂 荒槍走板 我覺得他們內心深處真的是怕了 亂了 被習立民點名之後 他們的真面目就暴露出來了 然後把台灣帶向戰爭邊緣的人 還有臉反過來指責我背叛台灣 我覺得你們真的是很可恥耶 看到太多了 我們中部很多那些 這些那個一些敗家子喔 口口聲聲說我愛家族 結果賣族產賣最多 民進黨就是這樣的敗家子 民進黨不思檢討 還有一點反過來指責 講出真相的我們是出賣台灣 我真的覺得有點像是 說國王沒有穿新衣的小孩喔 惱羞成怒啊 過來指責我們背叛台灣 我告訴你背叛台灣的是你們這些人 暴露說他們內心深處 就是他們台獨其實是搞假的 他們要的是權力 要的是選票跟鈔票 就當一旦被習近平點名定性 定調為台獨分子之後 他們內心怕了 恐慌了 所以才會有這種荒槍走板的一些言行 因為習拜會的時候 然後這個習近平在拜登前面點名賴清德的這個新聞 被新華社直接引述出來說 習近平點名要美國認清楚賴清德台獨本性的這件事 然後呢被自由時報還有民進黨這些官方否認嘛 說什麼沒有講 反正一邊說有講一邊說沒有講 但是您在這個媒體上面你就有講到就是說 其實 習近平點名賴清德這件事是非常非常嚴重的 我們要嚴肅以待 但結果就被綠媒批 批說你背叛台灣 然後你今天也有一番回應 那徐晨兄你來回應一下 來看這整段脈絡 我真的非常的感到難過 就是我們的賴清德總統 被習近平點名這件事情 其實是對台灣跟台海安全很嚴重的一個事情 結果我們的政府卻只搞認知作戰 不斷的去對內宣傳說這個是中共的認知作戰 然後又開始點名馬總統跟我說我們背叛台灣 我想要講幾點 第一點習近平有沒有點名賴清德 這個是一個很清楚的事情 因為第一個大陸的外交部長王毅 9月27號跟美國的國務卿布林肯 碰面的時候 他就直接說賴清德之流的台獨 其實已經點名賴清德了 王毅是能夠代表整個習近平跟中國大陸的 第二點當這個大陸的外交部的新聞稿 以及新華社等中共的官媒都直接說習近平點名賴清德的時候 以我們對大陸體制的瞭解 這就是明確是代表習近平的意志嘛 對 這怎麼可能會有什麼 這個大陸的這些官媒自己製作主張 串改習近平的講話 串改習近平的講話 這怎麼可能嘛 第三點最讓我們感到納悶的是說 你賴清德一直在打這個抗中牌 你不是應該感到光榮嗎 你不是應該覺得說 被習近平點名我可以提升國際能見度啊 應該高興才對嘛 不是喔 他全面的急著否認 然後國安局長出來說這是認知作戰 然後全部的那個總統府的黨政人士 去查說去問美國有沒有這樣講 說美國說沒有 然後反過來罵我 罵我們這些直接 中共同路人在地協力者 認知作戰 不要忘記喔 紐約時報也直接說習近平點名 點名這個賴清德喔 所以我只能說 我覺得賴清德的國安團隊是一片的亂 一片的慌亂 荒槍走板喔 我覺得他們內心深處真的是怕了 亂了 被習近平點名之後 他們的真面目就曝露出來了 結果反過來來指責 馬總統跟我是背叛台灣 請問我們哪裡背叛台灣 我們都是根據中華民國憲法 為台灣的安全爭取 希望能夠讓台海和平穩定 結果你這些在這個違反中華民國憲法 然後把台灣帶向戰爭邊緣的人 還有臉反過來指責我背叛台灣 我覺得你們真的是很可恥耶 捷克我從小在中部的本省家庭長大嗎 我看到太多了 我們中部很多那些一些敗家子 口口聲聲說我愛家族 結果賣主產賣最多 民進黨就是這樣的敗家子 嘴巴說愛台灣 事實上是在害台灣 賣台灣的主產最多 我們剛剛講綠能光電 還有這些貪污腐化的情況一堆 最近的政府亂招招 勞動部還有官員自殺 像這樣的情況 民進黨不施檢討 還有一點反過來指責 講出真相的我們是出賣台灣 我真的覺得有點像是 說國王沒有穿新衣的小孩喔 我們直接點出來賴欣者的問題 他反過來是 賢小登上去 這個是台語國語就是惱羞成怒啊 過來指責我們背叛台灣 我告訴你背叛台灣的是你們這些人 是賴清德以及民進黨這些人 出賣台灣的利益 出賣台灣人的利益 因為你們把台灣帶向戰爭邊緣 讓台灣人身陷險境 我們希望力挽狂瀾 結果被你們指 反過來說我們背叛台灣 你們才是背叛台灣的人 我想就是說民進黨他現在這個邏輯 其實真的很可笑 就是在我們清楚的人 看清楚看兩岸關係的人 就覺得非常非常可笑 怎麼說就是 那所以習近平在拜登前面 點名賴清德台獨本性 然後民進黨說沒有沒有這回事 那難道民進黨是認為 習近平覺得賴清德是好孩子 沒有台獨 好像要獲得習近平的肯定 習近平不會 習近平不會這樣講賴清德的 在習近平眼裡賴清德很好 一定有誤會 一定是中共官媒亂講的 習主席他不會這樣講 這你到底在搞什麼 你在澄清什麼 所以他的內心深處他是非常害怕的 對 害怕被點名 整個是非常荒牆走板 莫名其妙 那就是而且 而且我還想到一個例子 就是最近那個什麼 有一個小艦長 小艦長你知道嗎 那個呂里斯 他去珠海航展 他看這個中國大陸的這些什麼 最先進的這些戰 展示出來的武器嘛 然後他就講 我看到他當然有他個人的情感成分 他很感動啊 但是他講我看到這些武器出來 我就發現今天的中國這麼強 他就講中國的武器很強 沈柏洋就回應了 沈柏洋就 小艦長你這樣講 難道是要中國血洗台灣嗎 我就想 好無恥的一個人 我就想這個邏輯是怎麼回事 對 我小艦長說中國大陸的武器強 就代表 要這個什麼中國血洗台灣嗎 怎麼會有這種邏輯 這個邏輯真的很奇怪 好奇怪 我想通了 我是台灣的黑熊專家 我想通他的邏輯 因為沈柏洋的邏輯就是 因為中國是敵國 中國要入侵台灣 那中國因為中國要入侵台灣 但我們要備戰必戰 我們有黑熊勇士 我們有40萬民兵 那中國他快崩潰了 所以他來打台灣 我們就可以一定可以 在民主的力量的壓制下 他會被打退 那如果中國強的話 那我們台灣就要被血洗啦 所以中國不會強 中國怎麼可以強 我們不可以說中國強 我們要全部一起說中國弱 中國弱 中國好弱 通常有問題 通常有問題 就是這個邏輯 這樣我跟你講 徐晨宏我跟你講 包括這個事情一樣 民進黨 我們現在要用一個 宗教團體的概念去講 你今天為什麼會被他們批評 說背叛 因為你把實情講出來 對 我說出實話了 對 你講出了這個實話 挑戰了他們的這個信仰 因為不可能 因為民進黨的這個路子 是可以保護台灣和平的 所以你不能夠 把實情講出來挑戰他們 欺騙台灣人嗎 不可能 對 所以其實很可悲 今天很多情況很可悲 就是這樣 還有第二個新聞 也是一樣這麼可悲 這個外交部 今天出來說 新加坡向來說的是一中政策 中國偷糧換柱 因為習近平 他跟這個新加坡總理 黃巡才會面 然後這個會面完以後 中國大陸就說 新加坡恪守一個中國的原則 然後外交部這個是次長田中光 今天就說 什麼一個中國原則 新加坡向來都說的是一中政策 是中國這邊偷糧換柱 移花接木 這個是認知作戰 所以他在一中政策 一中原則上面在打轉 但是他忽略的是這個點 新加坡的這個是外交部 新加坡外交部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ingapore 他的新聞稿上面 來 徐晨雄 Singapore has a clear and consistent one China policy 對 意中政策 And is opposed to Taiwan independence 反對台獨 你在這上面 你跟這個新加坡這邊去講 就是說 新加坡沒有這樣講 是什麼 中國在認知作戰 我們在配合認知作戰 其實這個是很好笑的 我覺得這些邏輯都很好笑 但是他只是要讓他自己的信徒 他自己的支持者 沒錯 說服他們 沒錯 他根本沒有要講事實 很可笑 真正偷糧換柱的是我們的外交部 因為其實真正的重點在於 新加坡的這個新聞稿 說反對台獨 他們很怕 反對台獨這四個字 由一個外國政府講出來 對 所以他就去瞎掰說什麼 他是講一中政策 不是一中原則 請問你 我們現在的國人 有哪些人搞得懂 一中政策跟一中原則 一中政策跟一中原則 就一句話講 就是他們對兩岸的未來 是要同意還是 是誰跟誰怎麼樣 他們不表意見 但是他們認同一個中國 這個是世界上一百 一百八十幾個國家 都是這樣認同 兩岸同屬於一個中國 對 兩岸同屬於一個中國 這是他們一中政策 所以今天外交部 不要再去搞這個文字遊戲 外交部在意的是說 新加坡政府公開聲明 他們反對台獨 而現在賴清德政府最怕被講 反對台獨 因為他們就搞台獨 因為習近平點名 賴清德跟民進黨就是台獨 今天從這個 習近平點名說之後 很多人問我說 為什麼這個習近平要點名 戴清德 我說非常簡單 因為賴清德520之後的伎倆 就是把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跟他綁在一起 加一些側意的媒體人的配合 他說因為我 不喜歡不接受統一 所以我就是台獨 那今天全台灣90%人 都是台獨 除了統數長都是台獨 所以習近平就針對你 不過我沒有針對其他人 我只針對你 賴清德跟民進黨就是台獨 其他人不是 我覺得點名賴清德 最重要的意義在這裡 就是破除了賴清德 想把台灣人拉來一起陪葬 得這樣的圖謀 老實講 我們很多國人 台灣人 不見得希望現在統一 也不見得現在就接受 兩岸之間有什麼談判 但他們並沒有認為自己是台獨 可是今天賴清德把這些人 全部都抓到自己旁邊說 我們都是台獨 這個事情上是破壞 這個台灣人民的利益 所以我覺得習近平這個 直接點名賴清德跟民進黨 是很清楚說 目標就是你 沒有別人 而民進黨會那麼慌亂 就代表他們內心的恐慌 包含沈國陽這些人 沈國陽被列為台獨分子的時候 他第一反應說 我不是黑熊學院的負責人 對 莫名其妙 這就表示他們內心 第一時間的反應 就是代表他們內心的真實的聲音 所以賴清德跟他的國安人團隊 第一時間 急急忙忙去澄清說 賴清德沒有被點名 曝露說他們內心深處 就是他們台獨其實是搞假的 他們要的是權力 要的是選票跟鈔票 那台獨只是他們用來作為一個 政治動員的口號 可是當一旦被習近平點名定性 定調為台獨分子之後 他們內心怕了 恐慌了 所以才會有這種 荒腔走板的一些言行 包含這個外交部 急急忙忙去否認 結果被新加坡 這個正式的新聞稿打臉 因為新加坡新聞稿是反對台獨嘛 未來反對台獨會成為 國際的主旋律 沒錯 這講實在話 美國是說不支持台獨 那川普上台之後會不會 從不支持到反對台獨 我們都可以觀察 但是重點是在於 當國際大部分的國家 都反對台獨的時候 你賴清德的台獨路線 還走得下去嗎 我覺得這是個重點啊 結果你走不下去 你惱羞成怒 建設軟出去 反過來罵我跟馬總統 是背叛台灣 你才是背叛台灣啊 台獨路線是背叛台灣人的利益 我想從現在開始 其實大家要有這個認知喔 我們可以有各式各樣的政治主張 可是台獨絕對是違反 中華民國憲法 背叛台灣人的利益 那因為我們等於是把真相講出來 那他們就是 老實講今天也有很多人安慰我說 你被民進黨這樣罵 因為他們很怕你的說法 成為台灣人的主流的意見 因為其實台灣人 大部分都是希望和平不要戰爭嘛 你看賴清德去跟這些 這些大學生互動 他們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如何可以達到和平 代表說其實今天台灣 大部分人是希望和平不要戰爭嘛 可是賴清德的台獨之路 只會導向戰爭 那今天我們等於是戳破 國王心意的小孩 今天我們說出他 其實在搞台獨的時候 他的反應是很強烈的 惱羞成怒的 所以我覺得這點其實大家 要慢慢的會弄清楚說 當國際越來越多國家 反對台獨的時候 我們的台獨路線是走不下去的 所以我是奉勸賴清德總統 在川普 美國總統川普上台之前 趕快自己調整路線 不要再走這個新兩國論的 台獨路線 趕快回到中華民國憲法規定的 我們跟對岸是有 有共同政政基礎 九二共識 可以互相往來跟交流 而不要走一條死路 台獨就是一條戰爭之路 就是一條死路 賴清德他自己被點名是台獨 他可能心裡也慌了 就覺得 他慌了 但是他需要人陪伴他壯膽 所以他就這樣 我哪有 我們台灣都是台獨 全台灣除了同處黨以外 大家都台獨 他的伎倆就是這樣子 習近平就沒有 你賴清德跟民進黨當局 姐妹們總煩惱臉上細紋 乾燥與暗沉 現在請跟我一起放心交給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它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細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皺紋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國父路全校精華 精華說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 國父 武術 簽衣 日誌 寺